自修的同修 只能自述如何修行度人 和大家急错不多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推荐在家自修的同修 做师父的弟子 做师父的弟子很简单了 你至少要出来度人 你连度人的愿望都没有 说明你没有愿力 我们是学的是大乘佛法 要救度众生 对不对 不是只管自己 你只管自己 这么多苦难的人 你怎么救 所以必须要走出来 要好好的来度人 现在末法时期 苦难众生太多太多 所以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要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有求必应 你们去帮助了别人 人家就感受到菩萨的存在 你们今天能够帮众生解决困难 你们不就是人间的 观世音菩萨吗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